这个女人正在一边开车 一边东张西网 突然 她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没等女人停车查看 下一秒 就有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 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 女人的车子 已经被撞成了一坨烂泥 她在鸡蛋碰石头的抗争中 输得一败涂地 连命都丢了 地上残留着一道长长的刹车印 其中还混合着一些奇怪的动物脚印 寻着脚印 老鸡和C姐在路边找到了被阿美撞飞的动物 似乎是一头巨大的浣熊 老鸡这是惊呆了 活了四十多年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干脆面 等他们脱下头套才看清 原来这是一个套着皮套的秃顶男子 皮套做得很精致 他的嘴里还卡着一团蓝色的毛球 这个男人大半也不睡觉 出来假扮干脆面 还被女司机撞飞了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奇葩的事情 死者的脖子里戴着线酒项链 这代表他生前恃久如命 老鸡和大卫试图剪开他的毛绒皮套 刚剪开一道口子 大量的鲜血就喷涌而出 按理说车祸致死不会流这么多血 原来他真正的死因是背后的枪伤 这祸是真的惨 先是被枪打 随后又被车撞 通过指纹比对 死者叫做罗伯特 小葛在他的胃里 检测到了土根和摄像油 土根是催土剂 而摄像油呢 常常被拿来做春药 所以他没事吃这种东西干嘛 詹姆斯来到了死者的公寓 死者独来独往 没有亲属 住的地方也是一塌糊涂 家中到处都是浣熊的毛绒玩具 墙上的日程表特意做了标记 原来死者生前 正在参加赌城的毛绒聚会 这是一个练毛皮的小中聚会 男男女女穿着皮套 把自己打扮成毛绒玩具 他们与这种形象 互动 交友 甚至还有专业的知识讲座 老鸡特意买票听了一期讲座 主讲人是一只跳跳虎 大概内容就是 他们披着人类的皮囊 实际却是动物的灵魂 台下的动物们听得津津有味 只要套上皮套 他们就能获得奇怪的满足感 老鸡在展会上 发现了死者的纪念照 照片上的他 怀里真搂着一只美洋洋 这里除了讲座 还有走秀表演 一群动物在台上搔手弄姿 他们当中呢 一直穿着比基尼的性感小野猫 尤其受人欢迎 小野猫搔手弄姿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猫咪 不过蓝色的皮套 倒是引起了C姐的注意 C姐要求他脱下皮套 给警方化验 这或不愿意 还说什么 要他脱下皮套 就相当于叫美女卸妆 C姐非常感动 然后叫人把他 浩浩荡荡压到了警局 随后这货脱下了皮套 失误和包装严重不符 小野猫身上 有很重的射香味 法医在死者的嘴里 找到了小野猫身上的蓝色纤维 还在他的胃里 检测到了射香油 小野猫说他认识死者 并且两个人 还一起玩一种 叫做抓抓的游戏 通俗点来说 就是穿着皮套玩多人游戏 老吉和C姐检测了小野猫的皮套 上面还残留着死者的男性DNA 猫是只好猫 就是不太正经 老吉说 相较于人的皮肤 还有很多人喜欢毛肉绒的触感 小葛在皮套上 检测到了射香油和土耕 与死者胃里的物质相同 小野猫说呢 大家没事就会聚在一起抓抓 在这种情况下 皮套就会蹭上对方的DNA 可这也只能证明自己与死者的关系不健康 或能说明他就是杀人凶手 也就是说 小野猫身上的射香油和土耕 很可能来自于其他的毛龙爱好者 为了找到射香油的来源 C姐和老吉只能再次来到了聚会 只见房间里黑压压一片 十几只狗熊 兔子 绵羊 正穿着皮套玩多人游戏 场面这混乱 连一项看命的老吉都看不下去了 老吉将他们的皮套全部封存 带到了警局 他们在一件大灰狼的皮套下 闻到了土耕和射香油的味道 与死者胃里的物质相同 眼前的男子就是皮套里的大灰狼 大灰狼说 射香油和土耕混在一起会让人呕吐 他故意将这种物质 涂在了小野猫的身上 想让死者与小野猫抓抓的时候 吞下这些物质 提到死者 大灰狼就是一肚子火 因为死者是一只浣熊 浣熊是杂交动物 哪像他们大灰狼 只遵行一夫一妻子 去年大灰狼爱上了一只美羊羊 狼爱上羊啊 爱得疯狂 哪知道死者竟横刀夺爱 抢走了他的女朋友 于是大灰狼才会用射香油和土耕 狠狠地报复死者 而他深爱的美羊羊 叫做琳达琼斯 正好就是开头装飞死者的女司机 美羊羊的皮套一直就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死者是一只年花惹草的浣熊 他先是与美羊羊谈恋爱 又悄悄勾搭上了小野猫 那么会不会是死者欺骗了美羊羊的感情 所以美羊羊才会故意开车撞死他 然而浣熊是先被人开枪打中 随后再被美羊羊开车撞死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开枪打中了死者 死者和美羊羊曾入住一家酒店 服务生认得死者 因为这伙当时正穿着皮套到处偶吐 C姐猜测死者的行为让美羊羊很生气 于是她便把同行的死者赶下了车子 可这也不能解释死者为什么会中枪 于是他们再次回到了凶案现场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终于找到了打死浣熊的弹头 弹道看起来很窄 可以猜出凶手开枪时正站在远处 原来凶手是住在附近的老猎人 老猎人说案发当晚 他在桥下的路边看到了一匹大灰狼 那匹狼一看品种就特别纯的样子 于是猎人扛起猎枪 对着她的腹部就是一枪 所以可怜的死者 当天先是和小野猫玩双人游戏 无慎吞下了她身上的土根和射箱油 因为在车上不停地呕吐 所以生气的女友便把她扔在了马路边 因为穿着冠熊的大皮套在马路上乱逛 加上天黑影响视线 又被正好经过的猎人 当成了蠢种大灰狼 还无怨无故挨了一枪 还未等死者反应过来 她又被开车返回的女友给撞飞了出去 最后她的美洋洋女友又被失控的大货车给撞死了 所以这不是一起谋杀案 而是毛绒动物玩多人游戏 引发的一连串连锁意外事故 笑一笑 世界真奇妙 案件了结 莎拉和尼克接到了另一起案子 有人在超市的冰库 发现了一具被冻僵的男尸 身后的柜子上留下了弹孔 死者被一枪贯穿身体 从销滚的姿势来看 他也曾试图自救过 冰库有个安保 安保小哥叫做彼得 他只守着冰库外的几台自动贩卖机 从现场环境来看 似乎是有人闯进来 先是抢劫了贩卖机里的现金 随后又跑去冰库杀了男子 案例说安保不可能不知情 可他却说 自己开了个小差 什么都没听到 在警方的避问下 安保只能承认 冰库里的男尸叫做阿伟 是他的同事 几个小时前 另一位叫做乔治的安保 曾来找过阿伟 由于阿伟已经跟第八年在一起 老法医考虑 是不是该把尸体堕碎了抬出去 不过最后 他们还是选择用100度的开水浇灌尸体 终于成功把尸体抬上了单架 这个原理就好像是小时候的你 在冬天舔结冰的金属杆子 多么痛的领悟 由于气温低 死者的血迹喷涌出来的瞬间 竟凝结成了一颗颗血珠子 尼克在架子上 找到了打死阿伟的子弹 还有一小块木片 经检测 这块木片是一把猎枪的枪托 很可能就是打死阿伟的凶器 并且木片中充满了粘合剂 所以这把枪还是凶手自己组装的 前面说过 案发前几个小时 有个叫做乔治的男子 曾来找过死者 你说乔不乔 这个乔治居然主动来到警局投案 乔治说 案发当晚 他和阿伟回到冰库上班 就瞧见有人 正在砸冰库外的贩卖机 劫匪戴着面罩 还拿着一把猎枪 见自己抢劫败露 劫匪就把阿伟和乔治赶进了冰库 由于阿伟不愿配合 杰菲被开枪打死了阿伟 还用枪托砸晕了乔治 乔治还说 杰菲把自己 关进了漆黑的汽车后备箱 全靠他的夜光手表 才都以翘车逃命 乔治眉飞色舞的形容 自己是如何逃脱的 可由于精力太过离奇 警方是连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幸 莎拉在他的胸口 提取到了一些蓝色的粉末 还在他的裤腿上 发现了一滴血迹 话说有哪种白痴 会穿着带血的裤子来紧去投案 奇怪的是 案发现场到处都是喷溅的鲜血 倘若是乔治沙拉阿伟 为什么裤腿上 只粘到了一滴血迹 沙拉和尼克做起了模拟实验 在常温下 血液喷溅却是成液体状 然而在零下22度的情况下 血液就会瞬间凝结成 一颗颗的血珠子散布 这就解释了为何乔治的裤子里 只有一滴血 血迹飞溅的方向 说明乔治当时站在阿伟的后面 而凶手站在阿伟的前面 所以乔治不是凶手 他声称的被凶手打晕 然后被绑架进后备箱 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哈士奇检测了乔治身上的蓝色粉末 那是一些油漆碎片 来自1984年产的蒙蒂卡罗车 而最外面的一层漆 则是一些蓝色的家用漆 哈士奇吐槽 车主简直就是神经病 怎么会有人用家用漆来漆车子 凶手有一辆蓝色的蒙蒂卡罗车 上面涂了蓝色的家用漆 还用年花钢岩的胶水黏了枪托 警方通过搜查汽车 花钢岩厂的工人 警方还在这名员工的车库 搜到了打死阿伟的猎枪 证据确凿 容不得他抵赖 原来凶手还是乔治的表哥 这会蒙面抢劫了表弟的病苦 打死了反抗的阿伟 还打晕了乔治 想把他绑架到远处杀害 可怜的乔治 被自己的表哥嫁祸还浑然不止 乔治是个憨憨 他怎么也想不到 亲表哥会为了抢劫600块钱 差点杀了他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一个故事中的小野猫的扮演者 是1964年出生的威力加森 他在HBO广受欢迎的电视剧 《欲望都市》中 饰演女主的密友斯坦福 在《妙贼警探》中 饰演男主的好友文子 好友记第五季中 饰演史蒂夫 还出演过《X答案》 《土拨鼠之日》 《火星人婉转地球》等高分影视剧 加森长得可可爱爱 出演的角色也大多极其怪怪 2021年9月21日 也就是上个月 加森在于爱症抗争多年后 不幸辞世 享年57岁 加森心腿善良 热衷于慈善事业 生前一直积极 为收养妻儿的机构提供帮助 连他的儿子南森 也是领养来的 他是好莱坞的黄金配角 也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